小本子排放核污水引住怒 香飘飘为我们出了口热气 大家都在支持国货之光 因为我身边从来不和香飘飘的朋友 在美国的华人超市看到了也会买上几杯 我正准备要去看看我们这边的华人超市有没有 然后也买上几杯 结果被有朋友给拉住了 他说这件事有反转 我先从头说说这件事 前几天有人晒了几张小本子某个超市拍摄的香飘飘的照片 因为上面印着中日双语写的是 日本政客喝掉洪水 还有可以没有日本但不能没有海洋 0.1%的土地却污染了70%的海洋等等 都是让人大快人心的标语 我第一反应就是这香飘飘简直太勇了 太给力了 确实这几张照片迅速在网上也火起来了 香飘飘发帖说 我们的员工好样的 董事长还亲自拉着欢迎香飘飘英雄回家的条服 去机场接这位从日回国的员工 这几天香飘飘的股价也是一路高歌 前几天直接涨停 直播间也是突然间就火爆起来了 可没想到今天有朋友就跟我说 这事反转了 说在网上看到日本相关的商店说 根本就没有卖过这款饮料 还有博主在他的视频里说 原话就是这款饮料的杯套 只在专供中国人的超市里临时摆拍 看完之后就拿走了杯套 恢复了原样 然后评论区就有一些 IP地址是在日本的网友 就说根本没有发泄这个抵制核污水的杯套 而且香飘飘在日本只有中国人常去的超市才有卖的 他们本土的超市压根就没有 现在这事反转 主要就是因为小本子的那家超市站出来说 他们没有卖过这款饮料 然后就有网友不乐意了 网上一堆批评香飘飘 说这种是利用个人摆拍行为支插噱头 云农大家的爱国情怀一点过分了 必须抵制香飘飘 甚至还有人说香飘飘要凉 如果要用我的看法 我觉得香飘飘如果真的有那么用 敢把那个抵制核污水的杯套放入日本市场 那么我一个之前从来没有买过香飘飘的人 肯定要支持一下的 首先要去华人超市买他一箱回来 不敢说以后饮料只喝香飘飘 那肯定也是 如果想喝国内饮料的时候 同类饮料尽可能都会选香飘飘 但现在事件反转 这种行为如果只是香飘飘的一个员工摆拍而已 那也是一个正义的 零零后的小姑娘勇敢的表现 她没有任何的错误 也没有违反法律 一个员工的行为 为什么要去抵制香飘飘这样的企业呢 为什么还会有人支持 一个合法合规的企业就此凉掉 这会不会有点过火了 如果整件事情不是香飘飘企业所为 那么我也想为这个零零后的小姑娘点赞 对她写出的那几句怒怼小本子的标语点赞 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